新建工業區為台南市安南區安定區的高蓋處 民宅123.26公庆 自一百空市擬移地開發 並採用公共工廠四天 有秋風建築東部,目前全區公共各工廠 一間完工,還有1.84公庆市別秋塊 待出租和設定地上前 本處公共青州後新建工業區 土地將專屬辦理租售完成 完成新建工業區開發最好一個里程碑 盡快救護局長消護人標時 新建工業區位於台南市安南區安定區的交界處 面積有126公頃 台灣市政府同104年來辦理新建工業區的開發 開發的時候,我們採用公共工程施工 跟廠商建廠同步來辦理 目前公共工程都已經完工 進駐的一個廠商 目前已經核准了139家廠商進駐 那其中營運中的一個廠商有107家 那建廠中26家 規劃中的有6家 那目前有1.84公頃的一個用地 將有4筆的一個秋塊 會進行後續的一個出租作業 那這一次的一個出租以後 那新集工業區的一個土地 將全宿辦理租售完成 那新集其實連接台17甲線 那可銜接到 透過國八 銜接到國一跟國三 那透過台江大道 也可以銜接到台17線 再轉那個61線 所以交通相當的一個便利 那總開發的一個面積 剛剛提到的有123公頃 其中可工廠商設廠的一個面積有76公頃 那其餘的一個用地 高達是16公頃 佔園區的一個37% 都是作為公共設施的一個使用 那目前產一產二 可出售的都已經出售完畢 那可出租的一個部分 剩下這4個秋塊 我們希望說廠商能夠把握時間 趕快來提出申請 那為了讓園區裡面 有更好的一個服務 我們也針對服務中心 我們積極的來招商引進 包含便利商店 還有金融機構的一個進駐 那對於出租的一個辦公室 我們也著手來規劃辦理出租 那預定在年底 能夠完成相關的一個 服務中心的一個便利商店 金融機構 還有租任辦公室的一個招商作業 那針對新幾公業區這次 最後的一個4個秋塊的一個出租作業 我們一定是在7月下旬來辦理 受理申租 那申租的一個部分 我們公告了以後 我們是採用一個月 辦理一個批次的一個出租 申請審查 所以先租先引 所以希望說有設廠需求 也符合新幾 產業用地進駐廠商的一個需求 能夠在公告期間內 踴躍來提出申請 本廚存來最好4秋塊公格出租 肯定自12年到7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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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申租 一國的辦理一個批處 出租申請審查 申租生涯 歡迎由設廠需求 和符合進出條件的請審 在公告友好機関 擁有提出申請 相關申請書 可告台南市政府 經濟發電郵網站 文件下載 公約副科下載 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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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約副服務中心 諮詢 電話空了 二五五五五五五一 以上是大法門新聞網報道